玉里警分局侦察队执行亲缘专案2.0勤募 今年1月份接获可靠勤资说 有一名江姓男子在复理乡明里村持有枪械 玉里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搜证 3月5号上午动员警力辞搜索票 前往住宅展开搜索 警方搭场查获了改造雷管 改造手枪、子弹、敌火、火药等犯罪的证物 当场把江姓男子逮捕 全案示意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玉里警分局侦察队执行亲缘专案2.0勤募 在今年1月份接获可靠勤资 称有一名江姓男子在复理乡明里村持有枪械 而玉里警分局就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查搜证 3月5号的上午动员警力池搜索票 前往住宅展开搜索 而警方当场查获改造雷管 改造手枪、子弹、敌火、火药等犯罪证物 雷管一般民众比较少见 当他接上电源后即可引爆炸弹 可以作为炸弹的隐性 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射伤力 本分局在查扣后 先请刑事局防暴小组进行初步的勘验 确认这个雷管是具有爆炸性的 那现在已经将政务移送到刑事局监验中心 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当场将相信男子逮捕 全案是依照违反枪迫弹药兜械管制条例 罪嫌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预警分局长林俊廷说 将持续追查这批非法枪械的来源 并且也呼吁绝不容许黑道、帮派 以及暴力犯罪等不法行为 发生进额影响民众生活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